100 万令吉你可以买什么车 你可以买性能跑车 你可以买性能 SUV 但是现在你还有一个全新的选择 它就是刚刚登陆我国市场的豪华 MPV 车型 Lexus LM350 作为Lexus 旗下的豪华 MPV 车型 这款车同样的讲究日系的工匠精神 在外观设计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Lexus的元素 例如说道沟的LED日间行车灯 三眼式的LED头灯组 LED雾灯组 还有Lexus家族的这个仿锤型水箱护照 都让它拥有非常独特的外观 另外可以看这个场围非常的缩大 同样采用的是扁平的设计 这代表它支援着ACC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这台车拥有完整的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LM350是专门为后座买家打造的车辆 因此他们非常注重后座乘客的隐私权 可以看到这个镜子 面积非常大 但是有深色的处理 而且作为豪华品牌 在一些细节上面 它也非常的讲究 例如这个轮圈 18寸 而且采用了镀铬的材质 凸显了它的尊贵气质 在尾部的设计 同样充满了Lexus的设计师的巧思妙想 这个硕大的LED尾灯组 不仅是时下流行的趋势 在夜晚的辨识度也很高 而且它还融入了这个Lexus的元素 也就是这个L型的光调设计 让你知道L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为了保证豪华车辆的行车质感还有宁静度 这台车采用的是3.5公升的V6自然进气引擎 压缩为11.8v1 并且拥有Lexus 独门的双喷色技术 最大马力表现是296hp 峰值扭力361Nm 与之匹配的变速箱为8速的自排变速箱 保证了流畅的行车体验之外 它还有非常充沛的动力表现 V6和豪华是最佳的搭配 和外观的时尚典雅一样 进入到内装 即便这辆车并不是为了驾驶员而打造的 可是它的驾驶舱依然是尊绝不凡 放眼所望之处都可以看到多材质混搭而组成的内装设计 包含了这个镀铬材质 包含了木纹 包含了枕皮 所以它的质感表现是非常的出色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12.3寸的超大型荧幕 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在你驾驶的时候可以提供你一定程度的便利性 另外这个中央扶手打开之后 也拥有非常巨大的空间表现 另外同样的也支援了这个无线充电机座 可以帮助你的手机进行充电 这一台车为了保证驾驶员以及乘客的安全 拥有完整的这个Lexus Safety System Plus的安全配备 包含了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维持等等的先进安全配备 在安全系列上面几乎可以说是满分 作为一台为后座买家打造的车型 这个Lexus LM350 的后座空间表现是极其豪华的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版本子引进了四座的车型 也就是说在这个后座 只有这两张非常舒适非常奢华的座椅 完全可以说是在陆地上行走的商务舱 它不仅可以做角度调整 还可以让你在疲惫之余在车上进行稍微的休息 如果你需要隐私的话 前面的玻璃屏障还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这个屏蔽的功能 所以你在后座休息 你的隐私信还是会获得保密 而如果你需要在车上享用一些影品或者是观看一下节目 这个24寸的高清荧幕 可以无线连接你的手机显示一些内容 让你可以在车上娱乐或者是进行会议 而你在会议成功之后 想喝一杯香槟庆祝吗 它同样的也有这个冰箱 这个座椅设计完全是尊绝不凡 Lexus LM350是市场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豪华MPV车型 说它是在陆地上行走的商务舱也不为过 它给到的舒适性绝对会让你觉得物有所值 它在我国的售价超过一百万令吉 但是相信我这个一百万令吉 你会觉得你花的物有所值 它不主打操控 它不主打性能 它主打的是让你冰至如归的感觉 你喜欢这台车吗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我是Ivan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的影片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